今天也是我们今日股市的嘉宾 总收益支付1号153 来看一下它的操作风格 盘面观察比较的细腻 趋势股捕捉敏锐 波段买卖精准 风控策略灵活 我觉得对于吴海荣而言 这个风控策略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它是如何做风控的呢 之前其实也介绍过 就是它会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它的板块是 配置的情况是近乎满仓的状态 当然在满仓的状态之下 它会有很多的分支 很多的细分行业 目前在占比前五的板块 我们来了解一下 电器设备25 计算机22 国防军工18 化工15 有色金属12 其他5.6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可以来防御一下 当下市场的这种风险 稍后在今天金融股市的节目当中 咱们也会来详细听一听 它接下来对于市场的策略 好 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金融股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看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呢这个护士两市整体是大幅下挫 当然这个下挫呢跟外围市场 依然有很大的一种关联性 今天其实在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最新的消息 这美联储是进一步的降息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零利率的状态 而且还再次进行了Q1 但是呢对于这个全球市场 包括亚太市场 其实这个反应都是一种负反馈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跌幅比较大 而且呢这是最近八个交易日以来 市场情绪最低迷的一天 也是形态最恶劣的一天 恶劣在哪呢 上周五咱们还说A股显示出了咱们的韧劲 是吧 美股这么跌 我们还能够拉回来 当然上周五的中午也跟外盘 比如说澳洲对吧 它是从跌幅百分之八拉到平盘 然后再收盘涨百分之四 但是今天澳大利亚股市是跌幅近百分之十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表现 今天是百分之三点四的跌幅 已经是失守了2800点的整数关口 再往下看或者说再找支撑 那只有一个位置了 哪个位置呢 就是咱们2月3号回来之后的第二天 27应该是最低点已经是2600多点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的表现情况吧 今天也是跌幅近百分之六 直接是一个阴包阳 60天线呢今天在盘中已经是击穿了 很明显就是要进一步的向下找支撑 再往下支撑呢 如果单从均线上来看 就这根均线了 这根是半年线 这个半年线的位置上呢 也相当于就是我们春节回来之后的开盘点位 指数今天是一个在有利好消息 因为我们有降准的消息嘛 但是市场还是这样的一种反应 来看一下今天在微信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毕竟全球货币政策都在不断的加码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我们还是美国还是其他的欧洲 短期2800点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止跌 虽然今天盘中是击穿了 我们就说这个位置上到底还有没有大幅下杀的空间 A是的短期的风险释放充分 指数可以重拾升势 或者说就2800点是有支撑的 大家就选择A B不是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短期或将继续调整 换言之就是2800点 今天已经是失手了对吧 还要进一步的打开下跌空间 稍后来看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吴海荣 一位是徐熙瑶 稍后来听听二位嘉宾的分析 简单了解一下今天市场 全线是大跌的状态 上证指数3.4%的跌幅 中小创的跌幅全部都超过5% 上证50的跌幅也已经达到了3.74% 而且上证50现在距离2733也非常近 就前面的那个低点 成交额方面基本和上周五持平 不到万亿的水平 但是今天市场是情绪最低迷的一天 第一跌停加速很多 143只个股是跌停的 涨停加速只有47家 加上SE个股我们来看一下 15只个股跌停 只有4只个股是涨停的 赚钱效应终于是跌到了个位数 上周虽然指数在来回的大幅波动 但是还有20%左右的赚钱效应 今天已经是近8个交易日以来 赚钱效应最低迷的一天 我们先来听一听吴海荣对市场的判断吧 咱们来说一说指数的调整空间 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评判 今天已经是一个阴包阳了 2800点这个位置上能不能获得支撑呢 我觉得今天市场的走势 应该是要比市场预期的 应该是明显低预期的 因为实际上上周五的时候 市场情绪应该还是不错的 虽然早上也是大幅度的低堪 但是逢低的买盘很踊跃 层层走高 然后到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也出了不少的利好 外围市场我们看也出现了大幅度反弹 然后我们国内的话也出现了宽松降准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券商 也有一些利好板块一些消息 但是今天找盘的时候 就是我们市场大概还没有开盘了吧 应该 然后美联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是把利率降到零 然后再加7000亿的量化宽松 这个实际上我们看等于把牌 我们讲等于把最重的牌都打出来 利率都零了 然后又加量化宽松 原来是始终不出现 现在是两个牌同时一起打 然后本来是三天以后 按照常规就三天以后再出这种结果 但是现在实际上提前 等于是你这个三天 实际上大家都觉得问题比较严重 提前放了 但是这个市场的表现来看 一早7000实际上直接就躺在了跌厅上面 这个就对市场影响极大 然后再叠加了我们看一些行业的板块 包括5G的龙头 然后新人员汽车的一些龙头 不管是利空的消息也好 还是减持也好 然后直接早上都是大幅度的低开 然后等于是把市场的情绪明显带落 然后A507子的话也是层层走低 今天实际上大家所看到了 就指数上证指数跟创业板指数都是阴包一样 把上周五上周五当然那根是甲阳线 就大幅低开以后拉起 但是把那根实体都包掉了 就形态上面实际上应该是比较难看的 应该仍然还有惯性下跌的这种趋势 然后今天主跌的呢 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 基本上都是外资重仓股 也就是今天实际上那些股票 都是就跌得很深的那些票 基本上都是以前大家公认的好股票 都是机构重仓 外资重仓 原来互股通深股通买得很厉害的那些票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天实际上外资流出相当的厉害 实际上也不管那些票是好票还是不好的票 不管基本面反正就是砸掉 然后可能去买它买买买这个其他的一些同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 你如果单纯看技术上面 我觉得可能你不能完全是技术在哪里有支撑 我觉得都没有用 现在更多是情绪的影响更厉害 就基本面也好技术面也好 都取决于现在情绪面 就情绪面现在主导在前 就你如果放中长期来看 中期来看 我觉得一定是基本面 是吧 然后你如果放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可能趋势现在在怎么 但是短期来讲 我觉得所有的基本面跟技术面 可能都取决于情绪面 情绪面如果市场情绪差 反正先砸了再说 能还等到调整地点再满路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说目前到今天为止的时候 就前段时间 虽然市场也有过 就是我们看春节以后 市场2月3号也有 然后后面有个礼拜五到 上周五到今天 就是说基本上 我们看到每个一周以后 一周一到两周 都会有根大音线下来 但是前面几次的 那几根大音线打下来的时候 你会经常 你会看得到 虽然指数跌的很多 然后市场的跌停板加速也很多 但是你都能找到市场 就是我们多头的突破口 就米盘 2月3号那天市场大跌的时候 你会看到口罩很强 然后当时后面 就是2月4号以后面 实际上芯片还是也比较强的 然后后面那一波 就是我们新基建 老基建 对 都走得比较 当然新基建 老基建时间短 但是也比较强 但是新基建是走了一段时间 但是你从今天市场同样一根 就是中阴线砸下来 你会看到市场似乎多愁 已经开始无从下手 就没有感觉哪一个板块 就能去买 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涨幅 首先我们顾且不讲 今天到收盘的时候 所有的板块指数都是翻率的 即使我们看今天最强的 比方说像土地流转 龙头还是顶在上面 但是这样指数也翻率 然后你看这个口罩 这一块实际上我们看 很多都收了很长的上影线 而且时间也都两个月了 所以实际上从操作上来讲 从今天的角度 不管你是我们多重 叫龙头战法也好 然后强制股低息也好 弱势的股票 今天很多也是大影线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 今天似乎各种流派的操作选手 感觉都比较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方面说明情绪 变得比较差 就是市场反正 原来市场的群细 就周末的时候还不错 但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转弯 另外一方面实际上 也正是由于这种状态 说明市场的 就是我们讲筹码 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释放 那我觉得如果说明天继续 比方说找盘有跌幅比较大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像周五一次 有分地的抄底盘出来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 2800这里 我觉得来回拉去的反复 在未来应该会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会有一段时间 你刚刚在这个形容就感觉说 不管你现在是手上有多少钱 但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好像都是无用武之地 就是说没有可做多的东西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好像之前被做多的品种 全部都轮跌了一遍 今天是跌得什么最惨呢 一个除了消费电子 这个我们先不去讨论它 因为它不是后面这一波 领涨的东西 5G对吧 就新基建这一波 上周五最强的就是新基建 就是以5G为首的相关品种 还有一部分大基金二期的 但这是超跌之后的反弹 能够保持趋势的 就是5G的相关品种 但是今天跌得最多的 其实也是5G的相关品种 所以吴海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你看咱们经历了 2月3号 2月4号 你也说了口罩先来一波 之后见到后面那个低点 是什么东西来一波 中字头 对吧 有中国建筑 中国铁建 就是旧基建来过一波 再后面就特高压 对吧 然后5G 新基建又来了一波 到了今天 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已经补跌完了 算不算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 轮涨轮跌的一个轮回 有没有可能在明天早上 如果再来一次恐慌 就会是情绪的一个拐点的显现 会吗 对 这个我觉得完全有希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强势股的补跌实际上是市场经历一轮完整的调整 必经的型号 必经的过程 就是说市场如果说还有强势股顶在上面的话呢 说明实际上这个调整还没有完 就最后一波一定是强势股的调整 当然这个强势股的调整有短有长 就有些可能一天大幅度调整就结束了 后面就开始又重新起来 但是有些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市场的状况 还是取决于海外市场 能否把这个疫情出现有效的控制 或者说有一些信号 有一些拐点 有一些措施出来 否则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从前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相对有点 就是特例图形吧 就其他走得很弱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人家跌6% 我们跌百分之二就三分之一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它连续下跌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也不会独善其身 它也会有一个补跌的过程 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就是我们疫情这块 我们从自己本身来讲 我们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包括我们对于经济的一些刺激的一些 一些量宽松 包括货币实际上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间 只是我们受制于情绪的影响更大 所以总的来讲 我觉得在情绪相对比较大的时候 我觉得一味的就是涨的时候 你说乐观看涨跟下跌的时候 就大跌以后再去看跌 我觉得一样可能都不可取 好 我们再来听一听徐熙瑶的观点吧 徐熙瑶瑶怎么判断 今天的这样一种阴包阳的走势 2800点这个位置上 或者说这个区域到底还有没有 继续大幅下刹的空间了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 应该在这里会做一个 反复的去试探2800点这个位置 甚至的话 从今天我看一下下午的 A50的期指的走势来看 还是出现了下跌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可能明天的话 从情绪端的角度来讲 还会出现这个早盘的一个洪荒现象 但从这样的现象来讲的话 我觉得2800点这里还是会反复 第一个的话 其实从这个最近的市场表现来看 从题材也好 包括是从这个权重也好 确实今天表现是非常的弱势 也就直接导致了 今天这个市场的话 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多杀多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权重这一块 今天早上的话是降准出来之后 其实像人气的这个次行银行这一块 张家港行 紫禁银行 上周五的话 应该是出现了这个涨停 也就有这样的预期 但是今天开盘的话 直接是低开低走 其实也是尊定了这样的一个 可能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 资金还是存在了这个 卖出的一个现象 另外像科技类的消费电子是继续新低 还有这个题材类的 就是最近走得最强的 像中通国内的两个跌停板 像这种的话 应该对于这个短线操作的情绪的 这个杀伤应该是比较强的 另外的话 对于这个趋势类的中心通讯 今天是跌停板 这个港股的话 20%的跌幅 也就预示了可能明天 还有一个这样的跌幅 所以说趋势类的这个影响 包括短线的影响都双重打击 另外的话像输配电器 宝边电器昨天换手是非常高的 那么今天的话也是出现了跌停板 也就是说整个盘面的话 刚刚吴老师也说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找得到机会 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今天的情绪的释放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那么明天的话 有可能我们要去看一下盘中的一些这个现象 像这个新基建 包括这个传统基建 我觉得今天传统基建 今天的跌幅应该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里的话可能市场对于这里的预期 还是比较好一点 像这个水利建设里面 我看到有很多这个跟农业沾边的板块 今天相对是这个有抗跌的一个现象 那么为什么说 我觉得这里会有反复呢 我这里带来了这个上述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对比图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在思考的 可能是现在这个位置的恐慌情绪的话 跟当初咱们这个18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这个高点下来 上证指数下来的那个恐慌情绪比 我认为可能差不多 因为之前的话可能是贸易摩擦我们自己的一个位置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能考量的是这个外围的外围市场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当初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下刹到了一个低点之后出现的反弹 我觉得跟现在有点类似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是类似于这个第二波的 前面第二波的一个跳空低开的一个阴线 那么现在今天的这个阴线跟它有点类似 就是对比到这个位置 像之前的那一波的话 也是到了前低的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这个相体的一个震荡整顾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明天如果说有一个低开的话 其实又到了这个相体的这个低点位置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 那我从之前的这个情绪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60均线刚好 在相对这个粘合状态要向下走的一个状态 其实现在60跟120均线跟之前走的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之前的这个贸易摩擦的时候 市场资金对市场的预期的话 应该是比较悲观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上周五的这个市场情绪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相对之前的话 应该会有所好转 所以极端情况的话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 向下之后的话 也是会在2800点这里 再做这个反复的震荡整顾去 去做一个盘整 整理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短期的情绪 今天还没有释放完 但是随着这个明天 混框去杀情绪释放 如果说盘整出现了释放节奏的信号之后 我觉得市场可能会像类似于像之前的那一波 去做一个整股现在 就是和之前的那波行情做了一个对比 但其实那波行情的这个扰动因素 和我们这波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现在为什么把这个目光聚焦到2800点的 这个整数关口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箱体 因为这个箱体其实是从去年 我们一直盘整的一个 从5月份就是这一段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箱体里面一直运行 这是2733对吧 最低点 然后这是2685 虽然说我们在春节回来之后的两天 击穿了2700点的这个位置上 但是立马拉起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5月份 去年的5月份到现在的是3月份 盘整了这么久的箱体 我们至少还是守在里边的 就是我们先不知道情绪 这个对于市场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单从就市场的技术形态上来看 这个箱体毕竟我们盘整了很久 如果说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的 那大家还想一想 这个箱体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折 对吧 向右继续扩展 如果说没支撑了 那是不是咱们要 怎么去看这个调整空间呢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2800点的关注 吴好荣觉得2800应该是没问题的吗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应该还是 因为毕竟我们盘整的时间比较久 现在因为收盘就2789 就实际上已经到这里 那我觉得这种往下顺势打一打 我觉得这个完全有可能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往下打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快速地收回来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 所以稍后我们来说一说突破口的问题 就是吴好荣说到也很关键 就是上周对吧 你跌了 跌4%开盘 你能够拉起来 这个突破口呢 一是我们有降准预期的利好 因为在盘中 我们是没有看到利好消息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突破口 其实是外围市场 因为我刚刚说到了澳大利亚股市 对吧 它从跌8% 拉到平盘 拉到收涨4% 加上亚太市场 上周五普遍都是探底回升的格局 所以我们需要有突破口 另外就是从我们A股自身的角度来讲 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口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创业板跌得多 科技股跌得多 为什么 三个方向 一个方向 宁得时代 对吧 今天是大跌的 跌停的状态 这是创业板里面的大群众 大群众 也是之前新能源汽车嘛 绝对的一条主线 然后现在也看到 特斯拉在美股一直在调整 然后也有机构是把特斯拉的目标价 是不断地往下调整 当然你从需求的角度来讲 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消费电子 今天兰斯科技 力讯精密 戈尔股份 全部都是往跌停板上去卖 这个消费电子 大家也知道 需求一定会受到影响 苹果什么时候发布新机 然后华为会不会发 然后对于消费电子的需求影响 这是一方面 第三个就是中心通讯 对吧 5G 这是唯一一个趋势 相对最强 逻辑最硬的 新基建的品种 结果今天 直接按到跌停板上 刚才徐徐晓说了 港股那边今天是跌了20%多 照这个节奏 明天还得跌 吴海仁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科技这边 创业板已经跌破60天线了 再往下跌的值呢 是不是只能看到120天线了 这个下方的支撑 你怎么判断 对 现在创业板的高点 就2293点到今天的收盘位置 今天的最低点吧 大概17%的跌幅 然后下方半年线1830点 也就是说如果说从2293到半年线那里 如果能去探半年线 那它的高点下来的跌幅正好是20% 也就是说我们技术分析上面 20%实际上是一个很强的分水里 以前美国最近一段时间 美股往下跌的时候 我们说跌破20%的跌幅 就是讲技术上已经进入熊市了 是吧 我们现在实际上可能也有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我们现在我如果继续打到半年线左右 就等于应该如果说只是一轮终极调整的话 那应该这个调整就应该到位了 应该不要再不能再往下了 或者说你即使稍微再往 由于外围如果连续到你稍微再往下 它但是应该马上就收回来 但是如果说穿掉半年线以后 还是迟迟收不回来 收不回来的话 那这个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了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 当然今天创业版实际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今天指数的跌幅更大的 实际上还是那些权重砸的比较厉害 就是说我们看今天砸的很多 都是外资的一些重仓的一些股票 到今天上午的时候 就是当创业版收盘快跌6% 就创业版实际上盘中 大概跌2%多3%不到的时候 实际上创业版中的小票 今天很多还一度都是红盘的 就今天实际上就是上午 就是两个小时的时候 实际上主跌是权重 小票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还有很多都是红盘的 但是到下午就情绪完全不对了 就指数往下砸的时候 很多小贩 特别是最后一小时 很多票都被动的往下打 当然我觉得这种被动 很多可能后面会有修复 所以我们看就创业版在这里半年线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我们叫技术上面的这种支撑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讲 如果说做反抽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道屏障 也在这个地方可能如果说能打到这里 可能就是一个朝反弹的这种机会 那总的来讲 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一轮 这两天实际上主跌的是科技股 那因为这一轮行情实际上很明显 就科技股是在主导的 就行情创业版从1200点 去年年初的是1200点起来 实际上我们看创业版指数接近翻倍 最高点的接近翻倍 最主导的是科技股 那么现在科技股的获利盘最丰厚 那么指数跌到这个现在为止 强势股不跌也好 还是从像消费电子 它纯粹是受到了利空消息的影响 打下来 那我觉得如果说市场调整 相对比较充分的话 后面再起来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些东西 就跌的多 还是跌的 还是这些比方说 你比方说芯片啦 5G啦 包括科技中间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你要重新要行新的东西出来 是好像逻辑上面都不是很 就是如果说是一轮行情时间 跨度比较长的 就不应该有太多的主线出来 我们看13、14、15年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沪金 然后智能机器那些股票 中间也产生过调整 比方说当时就是14年 11月12月份的时候 券商猛的拉了一波 当时创业版也调 但调好这一轮以后 它还是这些主线 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 如果说市场延续的时间 现在只是终极调整 走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这轮科技股调整好以后 应该还是科技股 当然有可能是科技股中间会变 就比方说芯片到5G 芯片到其他的工业互联 芯片到云序 那就其他这些东西 但是不会偏离这条大的主线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 现在的释放更多是一些 就是我们情绪 往下释放以后 就原先的机构重仓股开始抛了 然后原来的外资重仓股开始砸了 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市场 如果是否有重新起新行情 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坏事情 原来大家那些东西 筹码拿得太好了 现在把它松一掉 松一下以后 然后来来回回 大家的持商筹码都提高 然后再做 当然我觉得现在因为毕竟 我刚才提到了外围市场的 外围市场的就是说 我们讲疫情上面 可能到可控还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来来回回的 反复拉锯可能还是需要时间 就只要哪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 要么大涨要么大跌 就肯定是一个 还不是特别正常的市场 因为这个波动太大了 什么时候这个波动 趋于一个平缓的状态 这个主线调整到 为了比较清晰的时候 可能才是一个整个市场 回归一种常态 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市场表现 但是现在海外市场 对吧 要么就是熔断跌停 要么熔断涨停 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品种 这个能够找到的突破口 还有什么 之前大家寄希望比较高的 其实就是新基建 因为新基建 其实它包含了有传统的基建 然后也有科技方向的基建 但是今天呢 你看一看 其实新基建也是领跌的 因为你首先领跌的就是5G嘛 我们一直在说中心通讯就是标杆 你5G当中中心通讯 肯定是一个像一个中军一样的 如果它持续调整 5G的其他的PCB也好 低位的什么光纤光纜也好 都不可能说独自的上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科技和新基建的表现 其实整体都算是科技 除了充电装和特高压吧 那么消费电子跌了8% 刚才提到了很多权重 特斯拉 宁德时代已经跌停了都 芯片 国产软件 5G 云计算 另外就是充电装和特高压 我们来听听徐熙瑶的分析 新基建科技是跌幅居前的 今天已经跌幅不小了 是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吗 你怎么看待 我觉得像消费电子的话 可能刚刚已经说过了 但我觉得对于新基建这一块 有几大优势 第一个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有可能会 随着这个外围事件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因素的干扰 可能会有一个政策加码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市场资金 去炒这一波这个新基建 包括是这个科技类的基建 最大的一个这个 基于是就是政策的一个这个刺激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现在是整个市场的情况 包括这个数据都不是很好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政策加码的预期在这里 所以说像这些品种的话 我觉得跌下来的话 可能大家的目光点 应该还是在朝着这一方面去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看这个市场的这个反应这一块 从成交量 从资金来讲的话 这本轮指数连续的下跌 连续的震荡下行 其实它相对这个走势受影响最小的 也就是这个科技类的新基建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对于消费电子这一块 它前面是一路调整 从高点调整到这里已经是30%以上了 那么现在它出现了一个跌停板式的下跌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一种这个下跌末期的 一个恐慌性的这样的一个沙跌了 那么像我们的像再回过来看这个5G啊 包括这个一些车联网内的这个新基建 他们前期的这个筹码都是震荡上行的 是往上移的 今天可能是一种这个受这种加速下跌的一种短期的补跌 所以我觉得像如果说我们去寻找机会的话 肯定是以趋势类的品种为主 而不是以持续创新低的品种为主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些品种今天是第一天下跌 那么再往下的话 有些品种的话可能就已经到达了这个20天均线 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相对好一点的 赛道好一点的 质地优良一点的 短期到这个位置的话 是有机会达到这个短期的一个支撑 然后这个多头开始入场 我觉得后期的话 从这个未来 我们后期的一些的想象空间来讲 一定是政策加码这一块的这个预期会更加的强烈一点 所以这一块我个人觉得跌下来应该是有机会的 对 好 稍后我们来听一听吴海荣的分析 从各个板块的表现 然后来讨论一下看看调整的空间 以及哪些品种 就是哪怕现在正在调整 对吧 你有钱你就敢买 你要是持有它 当然也已经进入到亏损的状态了 但是你敢持有它 你可以坚定持有它 那也可以 稍后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了解一下在我们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锐头顾 只要你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一时伸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动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五分钟 了解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万象 我是少女 在谷拍APP 看与观天下 谷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23年 四代传承 从一个人到22万人 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守护着母亲和的美丽 每一份付出 都诉说着平凡中的感动 每一种坚持 都诠释着奉献与爱 志愿就在你身边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择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力气 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看着筹码就能摸清 对手底牌 技术为王 炒股不能靠直觉 只说干货不说废话 做波段 何时买卖有诀窍 近40位专业主播 早久晚时 全天16小时 时时在线辅导 你敢问 就敢答 选股怎么选 什么板块有机会 明天大盘怎么走 马上下载 谷拍APP 听老师 给你一一解答 让你的操作 明明白白 随时随地 看老师在线辅导 马上下载 谷拍 老碰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听听吴海人 跟我们来说一说 板块轮动的节奏 也是特别快 当下对于这些重点板块 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分析 吴海人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对 现在应该说市场的板块的轮动节奏特别特别快 就是说前两天的热点板块 可能到今天就是空方的代表了主杂 然后可能前两天很弱的板块 以前领跌的板块跌到位了 可能在未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带动指数的板块 那我们看现在市场中间一些核心的一些主流板块的一些位置 以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那么首先我们看最近市场 从周五到今天应该最热的土地流转板块 这些板块的应该说受制于政策的利好 那上周五很强 很多股票开出来就一致 然后今天核心的那些龙头的东西 早盘的封单开出来都很大 然后一度很强 但是到下午的时候我们看 除了核心的一些东西还封在上面 就是后面跟长的二线的三线的 很多都是出现了很长的上一线 也就是说这个板块实际上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核心的买不到 然后有可能你买到也有可能短期间高点 然后跟长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修复反包 我觉得也不一定 就是说这个板块 我觉得如果说从消息上来看 我觉得应该还是偏向于比较大的这种正面的 就是说利好程度应该还是不错 但是因为现在市场太弱 所以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操作性还是要等待市场一次分歧 你现在在弱势的时候 如果说一味的去追涨 我觉得短期也很容易被套 就是说要等待市场完成一次分歧 这是土地流转 然后特高压 特高压我们上周来的时候提到了 就是市场我们目前新基建中间 就原来预期差 就是预期差最大的 原来位置又低 然后可能市场原来预期都不高 后面恰恰是走出来的 但是我们看由于特高压指数 在弱势中间 实际上连续走高 特别是龙头个股 我们可以看高度已经低位起来 直接翻倍以上 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市场弱势的时候 原先走得很强的那些板块的话 我们还是要防止它补跌 实际上今天这个补跌已经开始进行了 就是说我们到上周五之前 特高压还是很强 就虽然周五盘中一度大跌 但是马上特高压产生 当时那根阳线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今天已经开始出现 我这个截图实际上还是中午节的 保便电器就知道了 对还是中午节就到收盘的时候 实际上这根阴线是更大 所以我觉得作为新基建中间 走得最强的板块 我觉得在市场现在落实的时候 特别是强势骨补跌的状态 我觉得也要最好等它完成一次补跌 就至少我觉得形态技术上面 从指数的技术形面上面 开始修复了 你这关力不能太大 正好你最强的板块 也要开始接近我们下面的趋势线附近 那我觉得仍然可以参与 我觉得这个调整下来还是可以关注 然后第三个就是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这个板块 我上周也提到 就是它实际上跟你市场 就是指数的涨幅涨跌幅 我觉得它影响不大 它更多还是按照着自己的趋势走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出现加速就见顶 短期见顶 然后调整了一段到趋势线附近 开始又重新起稳 所以我们看整个医疗保健板块 如果说一定要 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当中 实际上走的时间最长 跨度走最强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酿酒 消费中间的酿酒 如果一定要说 就是我们未来哪个板块 可能也会走成 就是白酒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就是在医疗保健 就是它可能它不管你大盘的指数 它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就是有可能大盘调了 它反而涨 但是大盘你很活跃的时候 它反而调 它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往上走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做 整个医疗保健板块的时候 还是遵循着板块的 这个轮动的节奏去做 这是医疗保健 不是啊 你还是内部的个股 大家要好好筛选 对 里面的应该分化还是比较 但是总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医疗的这个 我觉得如果说从质地来讲 或者说未来走强的概率来讲 医疗整体要比医药要好 然后我们看半导体 半导体呢 我们上周来的时候也提到 就是说实际上半导体 从高位下来 实际上跌幅是 应该是比较大的 整个市场的指数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也几乎就是跟着半导体 指数的强弱在走 就是我们看到市场 2月3号大跌以后啊 就是由于半导体的走强 然后我们的指数也跟着走强 然后创业板指数到293点 实际上开始调整的时候 也就是半导体见顶的时候 然后等于是半导体一路往下走 创业板指数跟着往下走 上周我们看 半导体反弹 上周半导体反弹 整个穿越板指数 实际上我们看到 也是大幅低开以后拉起来 今天半导体大跌 然后指数也跟着大跌 所以实际上很明显 我们现在指数啊 跟半导体指数的走势 实际上有点像 就跟着它的节奏走 当然它的幅度不一样 但是跟着它的节奏走啊 我们现在半导体板块的话 跌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们前一轮市场 最强的主线 跌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大概上周的低点是 到了六十天线附近 穿掉了五十天线 到六十天线不到一点 就五十五天均线左右 现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分歧还是特别大 就是有人愿意去抄底 为什么呢 因为最强势的板块 当你第一次指数 触碰六十天线的时候 我觉得市场一定是有资金 想一去做抄底的 这个也就不难理解 上周 上周三还是上周四的时候 创业板指数一度大跌 但是创业板 这个半导体指数 实际上走得很强 但今天马上又回落下来 就在目前这个地方 我觉得半导体的分歧很大 有人大跌以后 愿意去做抄底 然后拉起来里面的盘 里面的资金愿意砸给你 我觉得这里面的 来来回回的反复 可能还是需要蛮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板块 我觉得可能还是 短线高手 我觉得对市场的情绪的把握 我觉得应该比较厉害的人 那否则的话 这种波动的话 我觉得一般性的投资者 可能也并不合适 然后我们再去看 后面几个 就5G 工业 互联 云计算 这三个板块 现在的位置 应该都是比较像的 就是都是在新基建中间 然后在新基建消息出来以后 走了一波 最近一段时间到上周为止 实际上还是比较活跃 就反弹的时候 5G 然后工业互联都领先反弹 但是到今天 今天这几个板块 恰恰是领跌的 我觉得当然跟5G的龙头跌铁 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总体应该来讲 这三个板块 实际上现在还是属于一种 强势股补跌阶段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补跌完以后 市场如果说要重新活跃 可能这些个股它还会活跃 因为它作为新基建的代表 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市场 在很弱的时候 在恐慌情绪 或者说机构 往这个砸盘的时候 那么可能这些个股 它完成补跌的过程 但是市场一旦转软 它可能会重新活跃 这个实际上就是 来回的差价反复 你可以来回做 但是千万不要去追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低位的板块 就是我们当时两月初的时候 跌得比较厉害的 就是可能受疫情影响最厉害的板块 就是旅游 酒店餐饮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国内的应该说 疫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 现在各地的复工 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那应该前期受制 也就利空最大的板块 那我觉得现在实际上 反而市场开始 它的韧性逐渐在增强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旅游也好 还是酒店这个餐饮也好 现在在低位来来回回的反复 但是开线 实际上你看一直在底部的 就是中期均线开始走平 所以我觉得一旦市场 后面逐渐的去 原先受制疫情利空的板块 我觉得也在逐渐的修复 这个我觉得 多位投资者也可以关注 好 不同的板块 其实他们的表现 自然也就不尽相同 所以操作的节奏 踏准就非常重要 如果踏不准 这个节奏怎么办呢 那就是多看少动 这个多动不如不动 好 稍后我们来 我再来听一听 徐熙瑶的观点吧 徐熙瑶来说一说 指数一直在跌 大家现在怎么防御比较好 有什么样的操作策略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分两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防御 就是一个是科技类的 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 我们是在这里面 去选择哪一块 我觉得刚刚我讲的 就对于新基建 我个人觉得 应该还是会 后期会反复的 因为市场的关注度在这里 因为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 这个通讯行业的 这个整个板块的 K线指数图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创业板的话 其实创业板指数 已经是跌破了60天线 包括主板这一块 都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下方 我们去看这个通讯行业的 这个趋势线图的话 60均线跟120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向上发散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中阴线下刹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这个短期的 这个涨幅过大的一种修正 所以说如果说再往下的话 可能指数的话 现在是属于一个加速段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补跌段的话 从这个通讯行业这里 这个板块指数这里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能得到答案 就是可能这里的话 短期跌下来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低息机会的 而且我们所看到的 像这个趋势类的品种 不仅仅是中心通讯 其他的还有很多品种的话 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市场流露的 资金的这个量 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有一些这个股票的话 它的绝对位置 通讯里面的绝对位置 其实并不高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科技里面大家可以去看 另外的话 从这个其他的这个 可操作的防御性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家去看的话 就是寻找这个疫情 对整个行业影响相对较小的 那么现在像医药 医药的话 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整个行业 疫情影响 我觉得是比较小的 特别像今天我看到这个 可能有消息 像中药这一块的话 今天是有一定的这个异动 那么今天它早上是有冲高的 冲高之后的话 在下午的话 指数连续的下沙 很多这个中药品种 也回落下来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种回落的话 可能并不是说是下跌的开始 可能是受指数的影响 到后期的话 这个这一块的话 应该随着指数的回暖 它还是会修正 因为他们的这个 整体的位置跟固执 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 年前 年后到现在的话 涨幅也基本上没有 那么现在的这个位置的话 也有一定的消息刺激 医药板块的话 可能分化比较大 但中药这一块 大家可以适当去找一些 这个好一点的 另外像消费这一块 我觉得避险消费 我觉得也可以 像客民面业的这个业绩 出来之后 它反而是这个情绪的高点 它已经连续调整了 但它的业绩是 持续地在增长的 又调下来了 适当的这种消费类的 我觉得也可以去看 对 好 稍后回来来看看 第二个期限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我们微信 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上海品牌 七宝熊猫酒 共课时间从我做起 七步将您正确洗手 掌心相对 相互揉搓 手心对手背 指缝相互揉搓 掌心相对 双手交叉 指缝相互揉搓 弯曲手指 使关节在另一掌心 旋转揉搓 一手握住 另一手大拇指 旋转揉搓 五个指尖 在另一掌心揉搓 清洁手腕 我们的认真 就是最有效的防御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投资很不顺啊 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你赶紧给我支支招啊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啊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就是专门 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啊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描一下 就可以免费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啊 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就去 立刻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在鱼润 两房变三房 收纳空间翻倍 都是小菜一碟 还提供免费粮房 免费平面设计 免费报价 免费验房 在你没有决定装修前 不收一分钱 马上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 互拨打64576688 了解更多详情 我们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9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公司 就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让鱼润为你解决一切 装修难题 看着走马就能摸清 对手底牌 技术为王 炒股不能靠直觉 只说干货不说废话 做波段 何时买卖有诀窍 近40位专业主播 早就晚时 全天16小时 实时在线辅导 你敢问 就敢答 选股怎么选 什么板块有机会 明天大盘怎么走 马上下载 股拍APP 听老师给你一一解答 让你的操作明明白白 随时随地看老师在线辅导 马上下载股拍 老碰祥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周宇来听一下 让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周宇你好 好的 可以说在上一周 A股其实表现 还是相对比较强势 但是今天开盘之后 表现确实是有点弱势 而且今天的跌幅 也是相对比较大 无论是白马股 还是科技股 今天的跌幅都比较大 来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在今天市场当中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是上阵的60分钟 因为在上一周 我们说上阵的60分钟的低点 有没有可能呈现 但是低点 明显这一次低点是破掉了 第一低点的这个位置 那很明显 从整档转为了下跌趋势 但是从这个趋势的角度来讲 第五低点将在这两天形成 那第五低点形成之后 就看这个反弹的力度 那么这是从这个指数来 但是因为低点相为确立 短期来说 我们认为依然是要围绕着 一个相关的市场的 这个科技股 那么今天在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高位的科技股 成为领跌的一些品种 前期比如说一些 包括中心通讯 今天早盘很早就跌停了 所以造成了整个 对今天创业版走势 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一方面 这个科技股的高位科技股 今天是全线的这种下跌 超过了几百只出现下跌和跌停 那么这是我们很多投资会思考 就是说半导帖也好 芯片也好 这些科技股是不是行情 是不是结束了 我们认为行情并没有结束 但是选择的方向一定有所变化 有所取舍 我们来看一下 近期我们觉得三月底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大基金二期 预计三月底将是开始实质性的投资 按照大基金一期一比五的撬动比例来测算的话 这次投资的总金额就要超过万亿 那么根据一期当时的一些品种 在大基金入股之后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两个案例 一个是17年8月 大基金一入股 然后之后股价还是表现非常不错 半年涨幅超过150% 还有就是2018年1月 大基金也是倪入股 然后两个月涨幅超过40% 所以大基金的整个的投资 将会提振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个股的信息 所以最近我们觉得 把整个科技的一个方向 大基金加上涨价题材 这是我们未来重点关注科技的一个方向 在大基金一期当中 主要投向的比如像半导体的产业的中游 比如说制造设计封测 而二期更多会投向上和下游 那么上游下游主要包括设备材料 芯片的应用这方面 在设备材料是大基金二期的一个方向 但是优质公司普遍的处于高位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策略就是尽量回避 而芯片应用的细分领域较多 供给收缩导致的涨价利好也是出现了 所以优质的低位的一些公司值得大家关注 所以最近的市场就是高价位的高科技股和低价位的科技股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强弱的转换和高低的一个转换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一些可以利于防守的一些品种 所以我们给帮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从三个方向 一个是属于大基金二期加上芯片涨价这个复合题材的 还有就是细分领域紧急度相对比较高的 国展化加快的 还有就是相对处于相对低位 开始表现相对比较强势 特别是这两天在下跌的过程中 表现一件强势的一些低价位的一些品种 值得大家去跟踪 那么帮大家梳理了大基金二期收益股的绝金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就可以获取大基金二期收益股的绝金 同时今天我们看到从防守的板块来说 医药确实最近表现相对还是比较的可圈可点 那么它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防御类的一个板块 医药生物板块192家公司发布的年度的业绩预报 其中161家是预期 占了84% 131家预增占到68% 由于供举端受到影响 所以医药涨价的消息也是不断 像维生素 抗生素等多品种都是出现了一个涨价 在原敲料领域 比如说抗生素 维生素 解热阵痛等大宗的原料 医药的市场和国内产品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近期受益涨价利好的一个预期 还有就是像医疗器件 医疗设备领域 短期内国内需求提升叠加的一些出口的带动 一季度的业绩也是有望超预期的 那么从这两个方向帮大家去选取医药板块的一个布局的方向 所以我们根据医药板块它的一个多重利好涨价概念 还有就是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帮大家去梳理了医药低位优质股的绝经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获取 医药低位的优质股的绝经 目前的市场确实进攻和防守都是非常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常位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婷 好 谢谢周宇的观点 另外大家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通过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也可以和分析师们交流 希望对您当下的操作带来更多的帮助 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欧洲市场整体的一个开盘运行的情况 还是一个大幅下跌 英国富时超过6%的跌幅 德国7% 法国8% 然后意大利也超过8% 当然相较于他们开盘的跌幅是略有收窄 但整体还是一个大幅下跌的状态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看明天可以在盘中申购的新股 这只新股的名称是开普云787228的代码 59块2毛6的价格 4000股的申购上限 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调查 户指在2800点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说能不能止跌 能还是不能 今天认为说能的这个比例已经很低了 只有32% 认为不能的还将继续调整的 就是这个位置上守不住的 还有调整空间的68% 应该是68% 好 仓位的情况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吧 今天明显情绪是不一样的 今天减仓的比例达到35% 这是我感觉是最近八个交易日以来 谨慎情绪最高的一天 吴海荣来跟我们说一说明天的操作策略 在说之前再来更新几个数据吧 北向刚才提到了 今天还是流出 流出了88个亿 互满通48个亿 深满通39个亿 我们要看一下两融 两融其实上周五指数是反弹的 但是上周五两融是明显下降的 这也是市场情绪的一个下降的一个体现 吴海荣跟我们说一说操作策略吧 明天 我觉得外资这一块流出 我觉得可能也是最近 就海外市场如果美股继续跌 它可能还是在流出 因为它肯定还是要卖出这边流动性 好了去买它那边的 那我觉得刚才实际上 这个几个市场跌幅也都比较大 但是今天实际上市场的下跌 已经对今天欧美股市的下跌 是有预期的 所以只要它的跌幅不再继续扩大 那我觉得实际上明天是有修复的预期的 就比方说我们上周是指数 跌幅比较大 周五虽然出现了超跌反弹 但是指数还是在跌的 今天很多个股又跌 明天如果再一个情绪 我觉得短期如果说大家仓位清党 我是觉得是 谢谢大家